神明,父神,我们感谢恩典。我们是何等的荣幸,因为你拣选我们,你也让我们在这世上要作圆、发光。 我们凭着异象,我们在两年前我们开设、发音的路在这里,虽然起头到现在不容易,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异象很深刻,也很清楚,就是要我们继续在这里吸引更多。 属于你的羊群来到这里。我们实在是愿意说,祝我们做的不够,但是还有很好的空间,大的空间,我们愿意来作为。 求你与我们同在,真的是看我们的眼光,看我们的力量,好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大大的传扬出去,吸引更多属于你的弟兄姊妹,或者是你艰险的这些在外失散的羊群, 来到我们这里。祝我兴旺的福音乃是我们的责任,我们要特别感谢你。 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,特别是年轻、活泼、可爱的弟兄姊妹,也能够参与在华语堂的圣会里面。 祝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你。我们要大大的张口,向你祈求更多的弟兄姊妹,特别是年轻的朋友,给你们来到这里。 我们虽然我们虽然简陋,但是我们也充满热心,我们愿意把福音的工作做好。 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,我们要好好地来享受、分享你的恩典。 也让今天的聚会,来到这里的,我们都能够得着丰盛。 没有来到这里的,管他在路上,还在行走,或者是有其他事情,在其他地方,在奔走的。 祝我们也保守他们平安。祝我们要将你下的时间,完全交托在你手里。 求你与我们同在,也安静我们的心,来听主财派的穆哲在这里的讲道,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。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,奉主耶稣圣免来求。 接下来,我来念一段圣经。 圣经是在《创世记》五十章,十五节到二十一节。 《创世记》五十章,十五到二十一节。 我的荧幕好像也有,我们一起来看。 五十章,十五节。 耶稣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,就说,或者耶稣怀爱我们, 照着我们从前带他一切的恶,足足的报复我们。 十六节。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,你父亲未死以前,先吩咐说, 你们要对耶稣这样说,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。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。 如今,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 他们对耶稣说这话,耶稣就哭了。 他的哥哥们又来夫妇,在他面前说,我们是你的仆人。 耶稣对他们说,不要害怕,我岂能代替神呢?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,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,成就今日的光景。 二十一节。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,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、孩子。 于是耶稣用亲爱的话,安慰他们。 让我们见神的话,祝福在我们的里面。 也让我们听到的,也能够很好。 这一段圣经,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重点,就是饶恕。 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传讲福音,传讲信息,就是饶恕。 我们请伍传道。